大家好,欢迎来到最失手 本期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处在早期阶段 上万发布Token,但又非常值得关注的项目 在节目开始前,需要提醒的是 视频中所提到的所有项目 仅供我们分析学习使用或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Web3中的项目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的确定性 更多的项目细节还请各位做更深入的研究 1. Flame Flame是一个为炼油设计的游戏启动器 你可以把它看作炼油领域的Steam 玩家挤去一个客户端即可登陆Flame游戏商店 只需通过Flame便能开始游戏运动 一旦商店中的炼油添加到用户的游戏途中 以后就能轻松访问游戏 还可以自动下载游戏机器更新 用户无需下载有风险的可执行文件 此外,Flame还包括了一个多链钱包 用户可以使用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媒体账号来登陆情报 而无需下载任何的拓展程序 或者使用私钥和助记词 多链钱包可以存储、接收和发送杂米货币和NFT 目前支持以太坊、Polygon、BSC、雪崩、Harmony、Hype和ImmutableX 后续也将计划扩展到Solana、Wax和EOS上 在开发团队方面 Flame是由Real Games开发的 该公司成立于旧新山 但现在分布在全球各地 属于远程半空的形式 该团队有500Globo付化 并在2021年筹集了230万美元的总资融资 目前在美国、日本、俄罗斯有10名团队成员 该团队在游戏和去外链方面用了丰富的经验 团队成员之前曾在V社、Bitcoin.com、LinkedIn和Amazon工作过 总体看 Flame亦在为炼油玩家创造无缝与不体验 包括允许熟悉的使用邮箱和第三方登录 类似Steam的游戏市场和聊天互动 以及集成DX的钱包 都能降低不少的学习成本 从项目近期的发展计划来看 8月Flame将推出测试团队 并同步配套一个名为CrystalQuest的修显炼油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持续关注取Twitter的动态更新 Nail 3 Web3逐渐改变了资产和信息的拥有方式 但目前人们的主要沟通方式 还是依赖Web2的社交工具和邮件 Mail 3旨在打造一个Web3原生的通信平台 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Web3版本的邮箱 使用钱包地址和去中文化身份来设备用户 并且可以用EMS域名来标识Mail3的邮件地址 所有的Mail3邮件都会以Mail.me来结尾 在产品功能上 Mail3支持地址和地址之间的邮件收发 同时也支持与传统的Web2邮箱之间其一充信 并且内置了Web3的支付功能 未来Mail3才会根据地址的电商行为 来识别邮箱持有者的声誉和社交联系 进而过滤用户的收件箱 在项目目前的进度方面 该项目已经正式发布了Mail3的Beta版本 其中也包含了一个名为Mail3按钮的功能 任何的DAPP仅需两行代码即可集成该功能 从而拥有去中心化通信的能力 项目的官方网站 个人博客 NFT市场和社交平台的页面上都可以加上这个按钮 点击以后即可拉起邮件沟通的页面 例如OpenSea如果集成了这个按钮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邮件的形式 与NFT的出售者之间发起交流 并且询问价格等 总体来看Mail3更像一个Web3小组件和基础设施 通过与更多的应用的合作来形成网络效应 项目目前处在发布产品测试和拓展生态的阶段 值得持续关注 3.Pontum Network Pontum Network致力于在Aptos空间上提供钱包和资产交换服务 并以Uniswap和Kurv为模型 基于Move编程语言 在Aptos上开发的第一个生产机的DEX LiquidSwap 用于稳定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交易对 Pontum Network认为 Aptos的高TPS和秒级的交易最终确定性 是承载迪拜的理想选择 可以显著降低漏洞利用和网络停机的风险 Pontum还带来了在线开发工具 Move Playground 仅需一个网页端 就可以在线学习和使用Move里面进行编程 帮助发展Move开发人民的技术基础 从而孵化更多基于Move的应用程序 在团队方面 Pontum在区块链行业经验丰富 成员横跨世界隔离 过去的四年中 Pontum团队在Move方面 Move EVM的先行者以扩大这项技术的影响范围 从融资上看 Pontum已经从30家投资机构募集到了450万美元 其中不仅包括Delphi Elemanda等行业顶级资本核机构 还与Animoca Brands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随着近期Aptos和Suite持续火热 新供列叙事还是会得到资本和市场持续青睐 提前布局和了解Aptos上的优质生态项目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收藏钻石手频道 如果你有更多的早期项目线索希望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互动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